在尤一堵这边遇到了大哥请我们吃饭 哈喽大家今天是嘴巴的连长不知道多少个可腔可痒的小刘 老伴出来寄快递 为什么韩国没有那种吉布鲁 pick up 那你为什么不寄那个 就是为了要过散步吗 嗯 一样散步 啊 但我们之后全都吃饭了 每天30分钟上去旅行 对 我爱你 你干什么 最近训练习惯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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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 吃饭也不吃饭也不吃饭 不吃饭也不吃饭 因为我太小了所以我来找他15半 我今天想吃的那种民伏吃的味道 我们现在出来吃饭了 很想吃那种民伏吃的味道 找了一圈没有在那边上面吃的味道 所以就只能来吃刷酱的那种苦烧鰂鱼办法 感觉我现在需要很多的鰂鱼还不充销的那样子 我发现我好像每年一到九月份 有一个看小说集 就莫名其妙的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来 我今天除了我连胖梅拉 还有除了我剪辑视频的时候 一直好在茶饭上看小说 关键是每年九月看的小说都是一样的 跟大家推荐一下六月梨哥写的一个叫清国太后 看小说这个东西很奇怪 每次我大概看了两个小说 我就会很困然后睡一觉 睡一觉习惯来进去看 感觉我要把那批一线来了 这样子太影响不出笑容了 哈喽大家 因为现在是周五了 所以我已经在白天把我的帕梅拉给拍完了以后 晚上准备出去喝一个小酒 我们最近因为晚上九点钟之前都要回家嘛 所以见面的时间就约的比较早 四点钟五点钟这样就跟大家来简单的购物分享 这边就是我这段时间买了一些东西啊啥的 就是那天我中午去找我爸吃完午饭 利用午休的时间灌了个该 因为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穿男装 所以呢我跟我爸很多衣服基本上去买 我们两个都能穿的一个size 这个是上一次在我朋友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了 Bubbery秋冬的新品 这样子的衬衫 比较经典的一个Bubbery的格纹 然后是这种拼接的款式 这里就有一个这样子的logo 找了一个我们两个穿起来都还可以的一个size 就是一件这样子的衬衫 如果我自己穿的话 我可能会把它继承不规则的样子 或者整个这个一边塞到我的牛带裤里面 我就很喜欢这种吊带外面穿衬衫的一个搭配方式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带了一些这种蓝色的条纹 其实我今天想穿这件出门 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吃牛大肠 这上面怎么有我的手指印 然后另外一件的话就是卫衣 细节就在于它的帽子上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标 侧面这样拍照还挺好看 我把它戴起来 就是这样子大大的一个设计 我爸穿的话 它是穿到这个地方 但是我穿的话我就直接可以盖到去 好热 它里面还是佳容的 暂时我觉得未来一个月还是穿得到 然后我的头翻掉了 现在头发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里是分开的 ok 接着的话 收到了我最喜欢的洗发水的牌子 OLAPLEX的全线 这边还有一瓶护发精油 今年年初的时候接触到他们的 我当时是很喜欢这个3号超级强力修复头发的 类似于精华一样的东西吧 当时还不懂我以为是护发素 后来也是有朋友私信告诉我说 它比护发素要厉害多了 我才get到它很多非常强力的那种修复作用 因为我头发受伤的也很厉害 而且我经常会去染烫 这个牌子是我用到目前以来 我觉得虽然是这样小小的一瓶 但是它的用量也很省 修复头发的作用实在是太好了 然后接着的话是我买的两双鞋 宽威高帮的鞋子 它是一个这样子拼接的设计 就纯白拼了一个水泥灰色的一个鸡皮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子去系鞋带嘛 但是它这款就是固定在这里的 鞋带的形就非常好看 比起一般的宽威的三幅鞋来说 它更加的休闲一点吧 然后另外一款果冻宽威鞋 这双鞋是我在tutu那里种草的 如果大家去看我的日更 会看到有一个镜头踢起了它的脚 然后它的这个鞋底是这个颜色 我当时就觉得好上镜好好看 我也要去买拍那种踢腿的认证照 然后它边边上是浅的雾霾丸的设计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搭配非常好看 我手机呢 你怎么现在抬回来 哇 给你买了棒 我一个电话都没收到 我发誓 哪里给我打电话了 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没有 耶 它买了我喜欢吃的这个 虽然很容易把牙套给分掉 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蒜蓉法棍 我今天刚刚吃完了最后两个 炼乳法棍 看着好好吃那样的 这个是我最最喜欢吃的一个面包 它里面因为有一整条香肠 所以我觉得它吃起来无比的幸福 啤酒啊 真的吗 真的吗 它真的很喜欢吃这种奇奇怪的 然后粉不垃圾 黄不垃圾的那种饮料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 稀有汽水 可爱是挺可爱 每个人眼中这种饮料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我爸来说 它可能就是一瓶好喝的饮料 但对于我来说 是一瓶卡路里很高的饮料 以及它就是一个排水道具 这个牌子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英式茶 就是那种茶包的牌子 很老牌 我估计它这个还挺甜的嘛 怎么它35卡 那这个是我的了 好热啊 外面热不热 下雨 下雨吗 来吧小飘 去吧 走吧 去吃饭了 好痛 现在要去吃羊帝肠 这个大哥前天刚刚吃了羊帝肠 今天又要吃了 你真的是不怕胖 所以现在70%了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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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猜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什么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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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 长得还蛮可爱的 还蛮可爱的 还有看我 我今天牛海很奇怪 我今天牛海很奇怪 你的汗玻璃更奇怪 你的汗玻璃更奇怪 搞 zip 你 fest 为什么这么长 我是Moeika的 我是新鸟的 新鸟的 是 是 這裡就是我的日本男朋友 我來是修佛和 夏娜奶 夏娜奶 這個很甜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我們下次再次來我們家的咖啡 真的不錯 真的 你真的要去旅行嗎 完全 要不要走 要不要走 對 對 對 我今天在外面吃水 不 不 不 我現在也不喝酒了 大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我連妝都沒有卸 昨天 昏死過去了 我爸說我吃了兩塊披薩 兩大塊披薩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什麼 我吃了嗎 不 不 你吃了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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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夯來 腿 暖化很多 你不好 說 しゃ 我就走了 我們出來吃晚飯了 去家旁邊吃 我幫你知現在這個造型很有像瞅張東托民 我不覺得 physics ını笑 你還壓好看 跑 我想用 babies 然后再拿一个洋拼 我喜欢这次 真的吗 什么地方 三菱萨店 这里 这里 哦 三菱萨店 好丁啊 走吧 这是今天我们辛苦 运动过后的欧巴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我总算今天可以去牙科了 我约了差不多大半个月吧 中间有一次刚刚约到 但是又遇到韩国爆发的那个时候 我就不太敢去 前段时间晚上跟我爸在吃夜宵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吃出来一颗石头 我说这什么啊 后来发现原来是我骑的牙 就是以前蛀牙补的那颗掉了 我估计今天又要打麻醉吧 想到打麻醉我现在有点崩溃 然后现在先去看一下牙 就保持气 然后看一下我的这个咬合 这个问题不是我一直张嘴的话 和下巴疼了 所以今天要看挺多的 牙科就在我们家旁边的两个路口 所以预约前五分钟往出 哈喽大家 我现在到了木洞 每次来这个地方 总感觉就生不如死 因为这个地方太远了 开过来要一个小时 堵车的话就要一个半两个小时 刚才上午去了牙科 牙已经崩掉了被我 他说你这个还要去检测一下 看是不是要做根管治疗 我现在因为穷新外国人登陆了一个月 都补到嘛 半年以后他才是有保险的 现在那个牙巨贵无比 我补一颗牙要6000块钱 做了一个类似于贴的按摩的缓解这个下巴痛的东西 然后我看一下 跟我们家有一个贴片按摩一毛一样 输了我800块钱 今天就没有去做牙 准备让我帮我看你们身边认识的牙科医生 那便宜一点的实在是太贵了 我现在过来拿我的外国人登陆证 我爸骗我的下雨 这外面哪里有的下雨啊 太阳这么好 今天我把他去江南站那边工作 然后我正好去江南站那边几个美妆店里面 再开新的产品 我就让他帮我带过去 哎呦 还真的在下雨 他不是跟我开玩笑的 怎么在下太阳雨啊 距离他让我下车已经过了5分钟了 这个大屁鹽子 这人呢 好久没有吃太阳国财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星沙那边吃个饭 是不是昨天睡觉前说 今天要整理我们的五脏 真的吗 我不知道 好像是你说的 Spring floor 好的 豆 好 喝啤酒吗 喝的 我是不是瘦了点 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瘦了点 我的吗 你不是不喝吗 那你喝还是不喝吗 你不是不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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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然后我爸他正好正好要去皮肤科 正好是我刚刚上长话聊天 被种草了好几只可疯了 所以本来也是准备一会儿 要去Kelolia买东西 你好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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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下一期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 Olivier里面买的东西 Hightening Dry Scream 好像据说也是很有名的一款 涂身体的素颜霜吧 在店里试一下感觉还不错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这个 已经开始穿长袖的时候 再去买一个这种涂身体的素颜霜 然后另外的话这个据说也是 Olivier里面排名很高的一款风胶水 能够消炎镇定杀菌和补水 它是用的韩国产的一个蜂蜜的提取物 这款也是我之前看到有很多博主在推 会来试用一下 同时我也是看到了它的精华 那天晚上在手背上试一下觉得还挺好用的 有提亮你肤色和一个镇定的效果的 有几个产品 只要它有这个成分我就愿意去尝试一下的 蜂蜜就是其中的一种 所以我就买了两款 这是我买的一个pata 红豆意米茶 我在家里面其实平常的话 会喝英式早餐茶 伯爵茶大吉林这些比较多 但是最近的话我也是想适当的去减少一些 每天要摄入的咖啡因的比例 所以呢就买了一些这种柠檬草茶啦 红豆意米茶啦 南瓜茶啦 听起来好像比较养生一点的 因为红豆意米还有消肿的作用嘛 减肿的时候也可以拿它来喝 然后这个也是芒果蜜桃味道的绿茶 这个盒子也还挺可爱的 然后这个也是消肿的东西 这个叫做morning eye patch 早上你在干随便什么事情的时候 直接把它挂在你的眼睛上 它是能够给你的眼睛消肿的 我最近已经开始在研究很多消肿啊 减肥啊 健康的 能够维持自己脸部状态和身体状态的东西 可以跟你的成功肌同时使用 然后它在使用前要放在冰箱里面保管 然后接着的话它也是放在olivium病门最前面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看起来像是那么一回事的一个 胶原蛋白的眼膜还有一个面膜 新孩子其实我也会怕跟我皮肤有排斥啊 所以我就一样拿了两个回家试一下 挺贵的三四十块钱一片吧 然后接着的话是espo的眼影盘 我以前是觉得他们的唇膏颜色做得很好 但这两年发现他们的眼影实在是做得太优秀了 每一次出的那个眼影书啊我都会买 那我是买了espo的蜜桃盘 这个是另外一个裸色的盘吧 也是有带阴影啊包括是腮红啊亮片 不用塌化一整个妆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接着是cheekcall里面也是买了一堆有的梅子的东西 因为不是我爸的姐姐给我寄了很多olaplex的东西嘛 但是呢太贵了得省着点用 我也是喜欢几款洗发水交替使用 这样子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款 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我并不知道它是哪里的牌子 包装还挺可爱的 敏感性头皮专用的一款洗发水 而且像我跟我爸其实头皮都很敏感 在店里面看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这款相对来说 比较适合我们两个人就买了 这是一个法国的牌子 牌是什么限定包装的 30秒之内可以镇进你皮肤 滋润你皮肤的洗面奶 然后它也是一种起泡的设计 这个也是跟它同一个牌子 很像那种清痰眉发店 Tony老师用的那种摩斯款的喷雾 它就是一款滋润加detox 然后加重新找回你皮肤水油平衡的一款喷雾 长得真的很像我们家的沙虫剂 然后接着也是我之前在红书上面看到 好像大家还挺喜欢这个牌子的 这个面膜很神奇 我忘记它是喷雾质地还是乳液质地的面膜 总之它就是一款长得非常不像面膜的面膜 极速补水型的一个面膜 我就想买回来试试 我真的是很喜欢买油 大家知道吗 看到这种精油走都走不动 分别是睡眠精油 呼吸精油 强壮你免疫力的精油 缓解压力的精油 然后是舒缓你心情的精油 和一个提升你精力的一个精油吧 是属于功效型的一个复方精油嘛 在店里面试了一下 我觉得它整个调的味道都非常好 这点我是非常满意的 之前的视频大家有问过我很多次 眉毛的刷子是什么样子吗 说实在当时我也忘记了 我之前那个刷子也是被我用废了 那天我在逛街的时候才想起来 正好在chiko里面看到我就买了 就是这一款 它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其实很多化妆师姐姐她都会手动的去把刷子给掰弯 但是呢我会比较喜欢买这种出厂设置 就是弯的这种刷头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性价比也还挺高的吧 就是这个叫The Tour Lab的这个牌子 接着是Init Free里面买了一些指甲油 前段时间一直说想去做指甲 这句话喊了一个月了我都没有做成 接着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的护手霜 但是贼拉贵他们家的套路我是完全不清楚了 大家记不记得我跨过无数次的那个托斯卡纳的西洋 当时被他们的Sales种草全系列 就是因为它在跟我介绍产品的时候 不是跟我说什么这个产品有多香成分有多好 它跟我搞这种环境就是一银型的推广 当时我就觉得太戳我了买 就准的一系列都买了 那后来我才发现啊 我买的这款是意大利乡间小路上吹过来的一阵微风 让你感受到你的灵魂被洗刷的这种新鲜的香味 充满阳光的英式花园 就是他们都是走这种路上 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已经讲不下去了 恰恰我就很吃这一套 所以它真的是我的本命品牌 现在才知道原来不是Sales牛X 是这个品牌的Marketing牛X Urban Decay的定妆喷雾 这个是小小的一瓶 真的很耐用 我用了一整年 包括我在日更的时候 每天都在化妆嘛 我都是带着这个小小的一瓶 我发现真的好耐用啊 所以我就不买了一瓶 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去买大瓶的 小瓶的都很耐用了 真的相信我 还给我送了一个小小瓶 接着的话是买了一个TUFACE的妆前乳 里面也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成分 叫做椰子水 当时在店里面试它的时候 我是感觉它的一个补水效果还挺好的 另外它有一款好像是更加出名 比它还贵一点的一款妆型了 我个人感觉是有点腻 有点厚了 就不太适合我最近对于化妆的一个诉求吧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 我其实有点分不清它是一个高光还是一个腮红 生姜蜜桃系列 其实是跟我的肤色差不多的 哇这个我真的好喜欢啊 当时SELS本来跟我说要断货了 害我还伤心了好久 它是有一点点类似于腮红高质地的 颜色真的好细腻 好温柔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很喜欢这种透明质感的一个大地色 我买了一个Urban Decay的遮瑕 那我其实最近手头有一些用的还挺涮手的遮瑕 比如说CPB啊什么的 但是呢人总是不能满足于现状的是不是 我就买了他们家的这一款颜色我买的是四厘 还算比较深 不是那种能够拿来当体量的一个遮瑕 那天在店里面试用的时候 我发现滋润度还可以 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干的 延展度也还够 看看能不能用它来遮我的黑眼圈 小小的benefit的两款腮红 这两款腮红的颜色很像 像到我不知道要买他们哪一款我就都买下来了 我这么看来还是不太一样的 分别是这两款 一个是带闪片带的比较多 那他们两个上脸的颜色实在是太像了 就是这两个颜色 一款是更肤色一点 一款是粉一点 最后一款是一个MAC 慕斯质地的一个唇油 看到他们柜台上 就它放在最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我就买了 这款其实真的不是我平常会用的一个颜色 会是山茶花喜欢的颜色我觉得 有一点点橘橘的 相对来说还比较日常吧 这个头也很神奇 它是一个类似于葫芦头一样的感觉 这款颜色对我来说有点赞 但是呢还不错 如果未来我想要画奶油风的那种妆容的话 其实像这个颜色应该还蛮适合的 它挺可爱的 虽然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我也把它入下来了 我本来还想出去逛个街去超市里面买点东西了 好样的 直接晚饭都来了 这可让我如何是好 我要问一下我爸几点都回家 他要回家的晚我想出去玩一下 再去买点东西 OK这边就是所有我把钱花在哪的新的一个系列 希望这个系列能在我手眉之前能跟大家坚持做下去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这个是我们的晚餐 这个饭团看起来超有食欲的 那这边是我们现在在煮的汤 什么 卡古 我爸我们要看什么 然后他打开了我的YouTube 这视频里面看着我们的夕阳下那么好看的样子 事实上就在家里面吃火锅 在视频里面看着我们的夕阳下那么好看的样子 事实上就在家里面吃火锅 感谢观看